注意看哦 你看 这一张画 其实这个叫梧桐树 知道吗 梧桐树呢 你注意看它不是这几笔这样 你这个是对的 看到了 我们看到的 这个地方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在下这几笔的时候 你看 太粗了 而且呢 你看 重复放进去 是不是 描过了 是不是 不要描 它是一笔下来以后 它就这样 知道吗 定了 定下来以后呢 再过来 再往上面 要干净利索 知道吗 好 这边有个小结巴 好 到这过来以后 不要再重复 一笔是一笔 是不是 一气呵成这样 好 趁着毛笔干干的 在上面画一点 好 等一下 然后呢 你看 要注意它有一些 你看 那么小枯树 是不是它的特征 对不对 好 像这种地方 有时候我们要时常把它表出来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叶子 我们刚才讲到的叶子 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叶子通常情况下 我们要画这种 带有全景式和半景式的这种 树枝 这种树 我们一定要说 稍微把那种叶子的那种 就简化的符号 画出来 什么叫简化的符号 比如说像以前 你小时候画儿童画的时候 可能会画 比如说叶子画几片 就要快要买到几片 加起来 加起来 是不是 老师总是会讲这样画叶子 对不对 那 比如说像这个 其实梧桐树叶它就这样 知道吗 来 来 注意看 好 它其实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看起来浑浊一片 没发现 是不是 其实你也追到了 但是说没有那么 详细之道 好 然后呢 随着它不停地叠笔 叠在上面 然后你就看到了 好像多红一团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它是有 有什么 有礼处的 就是有礼录的 它是有规律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它有规律的 只是它 添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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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容易看出 就像我们在画竹子的时候 老师会讲 会给你安排的 等一下你们都到后面 好 我们一讲 各字形 分字形 各字形 分字形 什么的 叠加以后 你根本看不出一个什么叫 各 什么叫分 你也看不出来 因为随着它的叠加 它已经成触涌状了 拥挤在一起的时候 叠加以后 它变成了一片紫像 是不是 好 像一个小景观 你就分不出来 对不对 好 事实上这个道理 跟这个是一个 知道吗 同样的 这个地方 画小字的地方 它也是这样的 其实随着它 过来以后 拐弯 这个字干 拐过来以后 画下来以后 注意了 它也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不容易被你发现 那只是一个扑笔 然后呢 注意看 树枝它不可能很光滑 这一种 是不是 它会表现的有一点老辣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哦 这样的话树就出来了 来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 咱们去对付这个竹子里面 竹子其实我们练过好多次 像这个就是其中之一的 好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有点像 新生的竹子 它是这样叶子 往上走 是不是 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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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起来以后 就变了一个扑笼状 是一整片的 连在一起 同样这个地方 依然也是 也是如此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这样出来以后 是不是就完整 这个你已经看到了 只是在表达的时候 没有去七分 七分这个比 哦 好 等一下 先别说 我先倒点水 我先跟其他人说完再说 好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 这个地方 你看 一定要干干的 好 干干的 它才能告诉别人 好 看起来 七分一树干 这样你出去看了 凤凤一树 是不是整个画面显得丰富起来 有层次的 有一个前后的变化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好 这边有个树洞 把它咬大一下 然后一般的长条树 然后呢 这个草 你注意了 首先这边过来 它有一个小灶景 是往这边过去的 然后呢 这个你也说到了 好 地面 石头 小 这个小山石 哪一个 是不是 对 其实这样一点点 它都表达得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还交代着一点小灶 换你 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这种小灶节 被隐藏 也是容易看到的 我们学到现在 可以 已经可以开始把握这些东西了 那就要注意 在这个时间段 好好去把握它 是不是 在每个地方 我们 用必要认真观察 你不要随便鸡皮 鸡皮涂一会儿 这样过去了 这样过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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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